新北市为了协助青年朋友求职 从102年9月开始 推动初次寻职青年计划 除了提供就业咨询 职能训练 以及寻职津贴等等 还首创了履历见诊服务 而截至目前为止呢 一共有416位顺利的找到了工作 每合成功率呢 是达到4成5 劳工区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办理 在就业博览会上 各大企业行号纷纷释出工作职缺 许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朋友 都会趁着这个机会 看看是否能为自己找到一份好工作 而为了进一步协助初次寻职的 青年朋友厘清职癌方向 提升职业技能 并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安心求职 在102年9月首创初次寻职 青年就业服务计划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416位顺利找到工作 每合成功率达到4成5 从102年9月开办到现在 我们总共有925位申请这样一个服务 那辅导成功有416位 所以大概每合成功率大概是45% 所以其实这个方案推动以来 其实对我们这些初次寻职的 一些青年朋友 其实就业辅导上 其实是还蛮有一个成果 那当然我们还会持续来办理 而纵观求职不顺的原因 履历撰写是许多青年朋友 最头痛的问题 也因此从103年开始 劳工局还增加了履历见证 帮助求职民众能透过履历自转 展现自我行销特色 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怎么自己去写履历 怎么让自己的强项能够让雇主了解 让事业单位了解 所以我们透过履历的见证 去辅导我们这些年轻朋友 或是一些对履历比较不了解 怎么去写的这些朋友 让我们有一个专业团队去辅导他们 新北市劳工局指出 初次寻职青年就业服务计划 是针对年满18岁到29岁 且毕业后连续6个月以上 仍为就业的初次寻职青年 除了提供深度就业咨询 职场参访 研习训练等 另外在寻职期间 每个月可邻居5000元 最长4个月的津贴 而履历见证也是服务计划中的一环 除了在每场的就业博览会上 都会设有履历见证的摊位 也可透过劳工局网上线上预约 欢迎求职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陈振平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